我是万万没有想到把牛奶放到锅里面蒸一蒸 出锅瞬间便美食 真的是太好吃了 今天呢赶紧把这个做法分享给大家 下面跟着视频一起来看一下吧 首先我们准备两袋 马上要过期的牛奶 把牛奶我们倒入到一个碗中 然后放到一旁暂时的备用 再准备一个玻璃碗 里面打入一个我下的蛋 用筷子把鸡蛋搅拌一下 搅拌好的鸡蛋我们倒入刚才的牛奶中 然后用筷子把牛奶和鸡蛋再次均匀的搅拌在一起 搅拌好以后放到一旁 暂时备用铁粉里面加入一些草莓 再加入一勺的食盐 加入清水 把草莓我们清洗一下 加入食盐能很好的去除一下草莓上的浓药残留 这样咱们的草莓呢才能洗得更加的干净 是得放心 清洗好以后把草莓我们给它捞出来 清洗干净的草莓我们用刀把草莓给它们一封为二 切好的草莓放到一旁暂时备用 然后盆子里面我们再准备一些葡萄干 然后我们再加入些面粉 加入清水 把葡萄干我们给它清洗一下 加入面粉 面粉有很好的吸附能力 这样呢能把葡萄干才能清洗的干净 葡萄干清洗干净以后呢 我们捞出来用清水再清洗一遍即可 葡萄干清洗干净以后捞出来 放到一旁暂时备用 蒸锅里面我们加入清水 开火 把加入到蒸锅里面的水先给它烧开 水烧开以后我们放上笼屉 再把牛奶放到笼屉上面 最后盖上盖子 把它们在锅里面蒸制十分钟 时间到我们关火 不要着急打开锅盖 把它们在锅里面再蒙制三分钟 时间到打开锅盖 把我们清洗干净的葡萄干 均匀的撒在上面 再把切好的草莓也给放到上面 均匀的给它摆放整齐 然后我们再次盖上锅盖 把它在锅里面再蒙制两分钟 时间到打开锅盖 把它们取出来 这样咱们非常好吃又美味的双皮奶就做好了 这样做的双皮奶做法超级的简单 家里的孩子非常喜欢吃 再配上草莓和葡萄干 酸酸甜甜又开胃 比去外面吃冰激凌还好吃 今天这个做法就分享给大家了 如果你喜欢就收散起来给孩子家做事吧 麻烦用你发费小手在这里帮忙点的转发收藏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